好 好 七七哥 一个姐姐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一二十班的七七哥 七七哥 太可爱了这个名字 像蓝金灵的一个名字 哥哥物 对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 我哥比我大十九岁 今天 我想在这里 对我的哥哥 说一些心里话 小时候 父母去外地进货 一走就是十多天 他这个半大小伙子 就独自照顾 那时还没断奶的我 小时候 他不会给我抽奶粉 每次都是水多了加奶粉 奶粉多了又加水 抽出了一大几 才到着现在的我 小时候他给我洗澡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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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把炉子生得很旺 让家暖慌慌地再开始给我沐浴更衣 沐浴更衣 每当父母找不到更好的方式跟我沟通交流时 二哥就会及时补上这个空档 尽他所能 让我更快乐地成长 加油 加油 二哥陪伴了我十五年 真的像半个父亲一样 我真的很感谢能跟二哥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 还有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明天我二哥就要用一个小宝宝了 恭喜二哥 哇 郭哥在这里 希望二宝能渐渐康康地到达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 快快乐乐地成长 感谢你在这个少年所的舞台上 对二哥说这些真心的话 二哥特别地感动 我们的父母已经非常数学数大了 他已经理解不了你们现在年轻的思维和思想 也算是我能理解一半 我也算是你三种角度的朋友 有父亲的责任 有哥哥的角色 也有男闺蜜的 也有男闺蜜的角色 只要你听得对我说 我一定会支持你所有的愿望和目标 但是你呢一定要向你的学习方面开疆扩土 向你的目标勇往直前 你能做到吗 能 而且我能感受到就是你在外人面前 就会很自豪地说 这是我妹 怎么怎么样 然后一回家就把我吐槽的 傻也不像傻了 是的 你一懂得不要太骄傲了就可以 我那是自信 自信也不行 你把你的自信展示在你的学业上 展示在你以后的前途上 这是我希望的 对 我就是那样的呀 行 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好羡慕有哥哥哦 而且有个这样的三重身份的哥哥 太幸福了 恭喜你当姑姑了 我大哥有孩子 我二哥这是第二胎 对 很幸福 全家就每回过节 行 等一下 姐好 姐好 你大你多大呀 啊 比我大两岁 你大两岁 对 你今年 我三十三 好 你不打算过来吗 好 走吧 走吧 走 这边 这边 谢谢啊 这边 这边 以前你想说很不理解 就跟你顶嘴 就觉得你为啥那样的 慢慢慢慢一叻叻叻之后 就觉得挺好 我肯定得吐槽你 肯定得说你 也可能说骂你 那是必须的 希望你越好 对吧 学习越好 生活越好 这肯定是我期待的 对不对 对 啊 我肯定得过来的 我肯定得过来的